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丁俊辉和奥沙里文的比赛 现在已经来到了咱们丁俊辉的赛点局 奥沙里文这一竿又是运气不太好 白球回味的时候碰到了红球给了小丁上手机会 相对来说丁俊辉更放松 打的也是节奏更好 整个对于白球的控制走位 今天丁俊辉要比奥沙里文做得更为出色 抓住机会争取咱们一举拿下 就丁俊辉其实还是一个咱们非常熟悉的了解啊 我相信他是很多球迷的这个抬球启蒙者啊 你看丁俊辉状态好的时候 他的出枪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的 越是犹豫越是状态不好的时候 越慢啊越慢越不灵啊 看一下啊这一根没有问题顺利的先把这个红球堆下边的一颗红球解决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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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利进了一个咖啡酒 是一个很棒的变成了一个比赛的比赛 确保胜利还是需要拿到70分以上 这红球堆稍微有些麻烦 看看这一下 确实这个位置不好 但是没有给奥查理文太好的机会 奥查理文想分带但是也没劲 这球差的还是比较多 相对来说呢丁俊辉有时候球不进是不进 但是这个宫中带房做的还是不错的 这局可能打得会更加胶着啊 还是耐心吧 哇 I can't believe he's looking in the red to red middle, he's sure looking Wow, he is He is Oh Can Campbell pay off? Yes A couple of choices have shut down Quite amazing No Qué I No I No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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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还是有操作难堵的 难成都不错 奥沙利文这时候应该已经意识到 这场比赛够呛了 丁俊辉应该不会再给他机会了 这场比赛够员应该不会再给他机会了 14 拼 gourmet 2 reds 跟 碧莓 credit 4 解释得 1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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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 25 20 20 6比4 开局打得很好 上来先干一波3比0 然后呢 这个中间有些起伏 但是结果是最为重要的 丁锦辉战胜奥沙利文